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台湾学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我是引言人陈彦琪 以及我们的主讲人薛化元老师 在今天的节目里头 我们将要为各位介绍到 雷震他去不成美国的原因 但是在这之前 可能各位观众朋友们都会很想要知道 为什么这一集是要特别来讲说 雷震去不成美国 那于是我们请到我们的主讲人薛化元老师 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定这个主题呢 是 彦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 雷震跟他所办的自由中国 在1900年代的台湾 是自由民主声音的一个代表 可是雷震跟蒋介石关系的恶化 好像一般认为没那么早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像是1954年 雷震应美国的邀请 那我们要去访问 这是个官方的邀请 那以当时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关系的密切 大家都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很自然可以去的一件事情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雷震还有自由中国 跟国民党还没有因为注射专号政治正式宣布决裂 感觉起来关系也没那么坏 这种情形之下 去不成美国 这是一件值得在探讨的一件事情 那同时也让我们来检讨在那个时代 以这样的人党政关系良好 那么那么多人保他居然去不了 我想等一下大家看到这个整个流程 你可以了解那时候 强人的意志是到达什么样的地步 那雷震的所谓的党政关系良好 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当时前总统秘书长王世杰固然下台的 可是他是属于政学系的要角 这关系是一直出息的 第二个是当时总统秘书长张群 他是等于是蒋介石最信任的政学系的一个领导人 那当时半年是总统秘书长的角色 那他实际上也一直负责 当时中华民国跟日本的外交 那名利上有一个日本文经协会是个民间的组织 那雷震是他的干事长 所以你看这关系的密切可见一斑 那么外交部的部长叶空超跟雷震素有交情 在美国的胡适之 那是当时蒋介石要塑造台湾自由民主门面的招牌 所以他来讲也是一个重要人物 那我们就会以这样做一个主要的串场 来看看这些人做哪些努力 那雷震依然走不了 而且走不了的程序很奇怪 那当时他们彼此的互动的关系 也让我们呈现强人威权体制的一个状态 是 雷震作为政商关系良好的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他这一次来应邀访美 在1954年的时候 其实不是他主动争取的 而是由台湾美国的新闻处 来主动向国务院进行推荐 那一开始其实是由负责自由中国文艺版的聂华林 他在1954年的3月 私底下告诉雷震这个消息 但是经过4个多月之后 美国的国务院也邀请雷震前往访问的是 其实内部应该是拍板定案了 所以相关的外国友人 陆陆续续收到雷震会访美的消息之后 7月欧文夫妇就主动邀请雷震来进行参序 就告诉了雷震这个消息 刚刚讲这个程序什么意思 就是说因为聂华林等于是文学家 所以他跟美国新闻处 但有比较密切的往来 所以应该是在美国新闻处 准备跟美国国务院推荐雷震的过程中 他就听到这样的消息 因为这是一个官方的访问 所以美国新闻处到美新处到大使馆到国务院 都有经过种种的推敲 那等到美国内部定案以后 那么在台湾服务的雷震的美国 有人向欧文服务就说 想跟他讲这件事情 那既然是这样 可是还没有得到正式的邀请函 雷震就当然就想说 进一步到底是怎么样呢 他想要去了解这个事情 是 那于是在1954年的8月19号周末 雷震就收到了美国大使馆 寄来的正式邀请函 表示国务院是根据了第80届国会 所通过的公法402 邀请雷震到美国去观光 并且还通知他 关于此事要跟新闻处邀请雷震到美国去商量 是 那这时候雷震跟他朋友吴鲁琴 就讨论这件事情 他本来问他一些私下问题 那可能当时不适合公开 那吴鲁琴认为既然现在邀请函已经来了 所以邀请雷震防美不是秘密 是一个公开的事情 所以他请雷震该要正式回韩 表示接受 就是同意疫苗去访美 是 那接下来我们说从三月的时候 聂华林私底下告知 一直到八月正式收到邀请函之后 那雷震他预计去美国到底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他其实有几个重大的目的 那么第一个其实就是美国的两个政党 在中央 州 还有地方的三级活动 那包含还有第二个就是 考察新闻跟出版界的状况是如何 接着第三个他也想要去参观国会的议事 第四个是到各级学校去参访跟了解 关于相关教育在生活中的落实 还有第五个是他想要了解 美国南方黑人的生活 以及最后一项是希望美国可以协助安排 去参访联合国 是 雷震在构思这个刚刚 彦琪讲这个行程之前 刚好碰巧那个 驻美大使顾为军 反台素质 所以因为雷震跟顾为军也算是旧事 所以他到机场送行 就顺便跟顾为军提到说 如果赴美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事情 希望他能够协助 同时另外一面 美新处就是美国邀请的时候 也问说雷震你有希望到哪些地方去 当时雷震本来就对于 政党政治 他有一定浓厚的兴趣 加上 自由中国式的媒体 所以刚刚彦琪讲的那个所谓 政党的活动 新闻出版 这是很正常 同时包括国会的意识 了解学校教育的部分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雷震实际上对于人权的敏感的状况 所以包括黑人的生活 他觉得就是应该要列入他的华美行程 同时他还想要到联合国去看看等等 这是对雷震来讲 这些有一些是跟他的工作有关系 有些跟当时的关心的问题有关系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实际上看起来是很正常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雷震根本就完全没意识到 他可能会走不了 是 那就在雷震完全没有意识到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到美国拜会的时候 他在8月31号 还特别去拜访了总统府的秘书长张群 当面跟他说了说 他应美国的国务院之邀要访美 而且还回复了美方 雷震跟张群的关系非常密切 老师在一开始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说过 1947年张群他组阁的时候 雷震是担任的政务委员 然后张群也负责的是 半官方的中日文经协会 雷震是他重要的干部 是 那接下来也会想要问老师的是说 那张群知道雷震要去美国行 那他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 本来应该想这简单的报告 顺便让他知道 因为他是中日文经协会的干事长 如果他出国 要出国去 这可能影响到整个协会的运作 那我想雷震呢 其实但是张群做个评论说 非常好啊 怎样怎样 想到张群非常沉重说 这样不好吧 你怎么没有先报告啊 怎么没有报告就自己答应要去美国呢 这是张群的这个回答 可是雷震 看了张群还应该就很奇怪啊 当时雷震的观光的职务 只剩下国大代表 那我们知道中华民国的国大代表 他基本上是不用定期上班 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工作 所以他觉得说 既然只是这样子 他为什么需要报告 他应该是直接申请出国 申请护照就可以走了 他认为是这样的事情 而且工作人员 他不知道应该跟谁报告 那张群听了以后觉得 你是不是不知道状况 所以张群直接跟雷震说 你疏忽 而且不明白真相 雷震可能不了解 但是听张群的态度都知道 张群可能比较了解 国民党权力核心 对于当时雷震的态度 所以他认为这样的结果 是相对的有问题 应该说他可能预想到 搞不好走不了 他就说你应该先讲 你看答应了就走不了 那对于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外交关系也讲 也是投入了一个比较不好的变数 我们再等一下会直接讲到相关的这些事情 那听张群这样讲 雷震心中应该是嘀嘀咕咕的 应该觉得 所以我们发现 当时这个雷震就会拜访了王世杰 我们刚刚讲的前总统秘书长 那王世杰虽然当时被罢错在家 可是他对蒋介石的了解 可能比雷震更深了 所以当雷震王世杰说 早上张群讲了这些话之后 那王世杰反应就非常直接 他直接跟雷震说 他认为老蒋可能不批准他出境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后来我也看了 雷震相关子女的回忆录 当时雷德权在美国 他说他们应该知道 老蒋不让雷震去 没有人跟他讲 实际上从雷震这件事情 看起来不是这样 是雷震始终不能了解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这应该才是重点之所在 所以王世杰一开始做到重点 老蒋可能不批准 这是重点 是 那么在张群跟王世杰的告知之下 这里会其实想要追问老师的是 蒋介石他如果是不让雷震去美国 可能的原因可能是有哪一些呢 实际上王世杰 当时就直接跟雷震讲 他担心雷震私下跟美国有接触 不过这个实际上是很勉强你知道吗 因为跟美国接触不需要去美国 当时只要在台湾跟美国这种的大使馆的关联互动 应该有这样 但是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像对蒋来讲 有时候讲很难听 所以我们后面就会发现 就是怀疑雷震可能属下 送美国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 那这当然就类似 搞不好也是被美国收买 或等等这种情形 这是重点 是 那么在有可能没有办法 前往美国的情形之下 雷震并没有放弃美国行 而是他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方法 那这个变通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看到日记里面写到说 1954年的9月1号 雷震就到了外交部去拜访了 石昭赐长 那告知美国邀访的情况 而且还请教说 那他的意见应该要怎么做 石昭赐就认为说 既然是美国官方的邀请 以常理来说不能不准 可是为了求慎重 还是应该要请张群来协助 向蒋中正总统来转达 他也建议了可以记者名义 由内政部申请 并且还给了一本相关的规定 给雷震做参考 石市长是个外交官 所以他的头脑想象是外交的常理 他认为说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这么好 对不对 如果邀请 官方邀请去访问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关系 跟着雷震不可能出国不回来 这个时候怎么样都应该汇准 只是说你要不要考虑慎重一点 跟蒋中正总的表示说 请他了解他要去 请他同意 这第一个 第二个实际上我也觉得说 他一方面是好意 而后面也想说 是不是在责任上要找谁来处理 所以他认为应该要找内政部来申请 你看这过程中各位可以看到 当时出国的限制 这都是明明的格格 虽然有人说 没中学 你看那个石市长要给他 应该怎么做参考等等 实际上内政部基本上 是不想出于这件事情 是 那么雷震在有可能去不了美国的前提之下 他进行了一些努力 比方说他前往了外交部去拜访 当时候的次长之外 那还有进行了哪些努力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处 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雷震访美受到阻挠的过程 那么我们在前面有提到说 其实在美国官方的邀请之下 雷震本来已经准备好要赴美了 那但是呢 没想到他再见过张群 还有王世杰之后 都得到了一个明确的 几乎是明确的答案 就是说他可能去不了美国 那但是雷震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自己做的努力是 他先到外交部去拜访 那看看还有什么办法 那接下来呢 除了到外交部之外 他甚至还有在9月4号的时候 他跟美新处的罗德宏 来谈起这一件事情 罗德宏去表示说既然是美国在邀请 美方应该把这一件事情来通知 外交部才对 那雷震就马上把这一个意见 就通知给了美国新闻处的办公室 是 所以我们在资料中可以发现 在罗德宏或是后来 罗德宏因为知道雷震有疑虑 所以他又跟负责消息室的董远峰联络 董远峰觉得这个工作不错 应该正式通知 所以雷震这把意见再回到给美新处 然后同时董远峰也正式打电话 给了外交部 说美新处将邀请雷震护美 为什么你们觉得很怪怪的 一个护美邀请讲这么复杂 我想应该大家都不知道这么复杂 所以邀请函单子给了雷震 他不需要通知中央美国政府说 我要邀请谁去 应该是就像我们现在出国有个邀请函 然后跟上申请相关的东西就可以出国 大概是这样的事情 可是雷震的状况就有点复杂 做这些动作 可是雷震他个人 基本上是抱持乐观的态度 所以我们发现他马上就去见了黄雪春 见了目的干嘛 就是因为要黄美 对不对 所以可能必须要持续中日文经协会的职务 那黄雪春就跟雷震说 还是要写信 所以他们两个又写了信给张群 讲了这件事情 讲了这件事情 这本来是一个私底下的运作 不过大家也了解没有永远的秘密 而且邀请已经不是秘密了 所以后来媒体就报导 是 那老师刚刚讲的说媒体报导是哪一家呢 其实在1954年的9月8号 英文的中国邮报就报导了 美新处去推荐雷震赴美的新闻 那记者朋友们就看到报导之后 打电话向雷震去求证 雷震虽然跟他讲了受邀的详情 可是反而却希望这位记者朋友说不要报导 而且表示说如果要报导的话 能不能请他根据中国邮报的报导来进行翻译 是 这个对雷震的讲是不希望制造不必要的困难 报导越多 现在可能说这样最好引起各方关注 他可能他来了解老奖这时候可能会限制他 不想激怒 这是他一个重要的事情 那第二个雷震又赶快再跟他其他朋友见面 譬如说他跟杨俊明跟方志喷面 讨论喷道的问题 那方志是谁 方志就是当年跟雷震 还有古正刚 等一下他还会出场 他们一起在上海帮助汤恩博打上海保卫战 所以有一起共犯难的心情 那当时方志还在这个机场 还是表示非常希望雷震可以出国 这是朋友们的态度 不过同一天各中文报导开始纷纷报导 雷震应邀黄美的新闻 新闻就看到都还算蛮大的 最小的是庄恩日报 他不报也乖乖的 报了不然报都要大 所以放在第四版的报屁股 所谓报屁股就最后一行 那雷震就说 他是不是像个台湾像个罪患 所以这相关新闻也必须说 不要怕被当权者看到 大概是这样 是 那在面对这个情况 是说在台湾他觉得自己 他酷似罪犯了 可是到这里雷震并没有放弃 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 他直接来找蒋经国帮忙 在9月10号的时候 雷震就到了中山北路的 反共青年救国团的总部 去会晤了蒋经国 详细说明了整个美国邀访的事 请蒋经国说 拜托 应该是说请总统准我去 蒋经国也只是很简单的答复 他说好 那这个好 这个字后面的意涵又是什么 应该是我知道了 对蒋经国来讲 实际上当时他跟雷震的关系 已经不好 对雷震来讲实际上只是单纯 想要去拜托他 人在人精在 见面三分前 但事后发现这实际上是 没有那么大的效果 但对雷震来讲 他既然想要去 而且基本上认为还是可以去 所以他就再去拜访了总统秘义长的张群 拜托张群再向总统报告 他要去美国 也就是说蒋经国是书下的 张群是总统秘义长 那就请他跟总统报告 是 接续老师刚刚介绍到的 就是10月11号的一早 雷震就在拜访张群 请他再把访美的事情报告总统 那么张群对报告讲的部分表示说 这不是他的职责 还建议雷震说 你应该要快一点去办理护照的手续 雷震就赶快到外交部去拜访 当时候的外交部长叶公超 请他报告蒋先生准我出国 那么叶公超先生就请雷震去申请表格来进行填写 是 实际上 叶公超 不是这样帮忙 还要把承办的主管找来 说请问该怎么做这件事情 问题就在这里 叶公超讲的是容易 填一下表格就好 但实际上 承办人 就已经准备要一推265了 所以可以看到 当时承办的 宋办办坚持说 你应该找教育部 由国际文教处协助你 这样才对啊 对不对 那真的奇怪 他不是教授经过教育部干嘛 而且实际上不是说 要找内政部的主办人 不过主办人坚持说 赵大信说 也没讲到他是新闻记者 邀请还没这样写 所以不归他管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各单位的承办已经开始互推皮球 所以对于雷震而言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状况之下 到底是面对什么问题 那他能做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正式把美金处的邀请函 把美国的邀请函 再寄给相关单位 希望能顺利的出国 问题是 这样可能吗 是 关于雷震访美的过程 我们留待下一集的节目 再跟各位做更详细的介绍 今天教科书外的台湾史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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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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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